乌鱼鸭的一森森 他的影响声声 月色不暗 当的你 只是宝 大家好 这里是中美大师随身听节目的第12期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 让您的耳朵忙碌起来 您可以在开车时候 做饭的时候 甚至临睡前 戴上耳机 听一听美机的节目 大概是十几分钟到二十分钟左右 让您在眼睛休息的时候 仍然可以接收到 中美之间的一些超级大事 以及我们的点评 而对于我们每期节目谈到的话题 如果您希望得到详细的信息 您可以在每期节目视频说明部分 得到相关新闻的具体的文字链接 同时欢迎您关注YouTube频道 Connect USA in China 这是我们在YouTube的官方频道 您可以选择推送 这样您可以在第一时间 就收到我们新的节目的推送信息 那么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个新闻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华人老人 在麦当劳 星巴克因为天气炎热在那里蹭网 蹭空调的情况 昨天我们提到了 这是一种滥用商家提供的便利条件的行为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为大家提供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列举一下 我们身边非常著名的Costco超市 那些奇葩的退货案例 虽然这些案例都是在Costco的退货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但在我们眼里确实有一些滥用Costco的退货政策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有哪些奇葩的案例 那么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Costco的退货政策 Costco退货政策是出了名的宽松 比如会员资格 您可以在任何时间去取消您的会员资格 并拿回当年的会员费 而其他产品Costco几乎允许您退所有的产品 除去以下这几种例外的情况 一种呢是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它的退货时间大概是90天 珠宝类的也是可以退的 但是一克拉以上的需要一些特别的手续流程 另外香烟和酒是不能退的 以及一些有使用期限的产品 比如说轮胎和这个电池 这种有使用期限的也是不能随意去退货的 另外最后一种呢就是一些特别定制的 或者是安装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这种是不能去退的 也就是说除此以外的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可以 通过退货而拿到所有的货款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总结一下 网络中流传的那些奇葩的退货案例 曾经有一位很胖的大妈退了一箱饼干和一袋干果 饼干不知吃了多少 干果也打开吃了有四分之一吧 看起来特别大袋的 告诉店员说不好吃退货 还有一位白人大叔呢 是退那种三盒装的有机奶 他说喝了一盒不好喝 另外两盒退了吧 那还有一位呢 他退的是很多东西 有衣服啊 有日用品啊 印象最深呢 他还退早餐包和带装蔬菜都吃过了 有一位网友说 他曾经看到一位女人呢 带着一瓶空酒瓶来退货 理由很简单 这瓶酒令他的头很疼 我的天哪 接下这个例子可能是我们看到的 极限最长的一个退货 有一位网友看到 曾经有一名顾客要求退还13年前买的鱼 您没有听错是13年前买的鱼 顾客给的解释是 我把鱼放进冰箱里就忘记吃了 而且更恐怖的是 Costco真的给他退货 那跟13年比起来 3年退货的情况 我们也就不感到吃惊了 那么有一位顾客呢 他拿着3年前购买 但现在已经枯死的树去退货 也退掉了 在此我真的不知道 电影员如何能识别这棵树 是3年前的那一棵小苗子呢 那当然相对于识别一棵树来说 识别一个已经做好的牛排要容易很多 那么我们看到一位消费者把一斤煮熟吃了一半 露着骨头并且价值200美元的内眼牛排退回来了 Costco电源全款退还 我个人呢就曾经看到过一个顾客拿着一个锅来到Costco 你知道他在退锅吗 不是 他在退锅里的那锅鱼汤 这条鱼不好吃 所以请给我退了吧 当然了 如果这个鱼呢确实有问题 这也是合理的 但是呢 接下来这则退货案例呢 你就不能理解了 因为有网友看过 有顾客退回 有尿字的旧床垫 我的老天爷呀 我真的无语了 有在维修部门工作的网友说 像这种情况厂家呢 必须把顾客退回的旧床垫呢 割开 再放进垃圾缴碎机里面缴碎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 我们票选最恶劣的一个退货情况 这种在我们眼中看来 已经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一个退货案例 一个网友看到有两位女人 看起来大约二三十岁的样子 推着满满一车冷冻食品 里面有鸡 有半成品的鱼 有牛肉 有虾 有沙拉等等等等 本来这个网友还以为 他们只是退一件产品 没想到整整一车东西全部退掉 商店里管退货的服务员呢 每处理几间退货呢 就往旁边垃圾桶一扔 很快就把垃圾桶扔满了 看着这些连包装都没有拆的 积压鱼肉全部扔掉 真的是非常浪费 连商店那些见过市面的服务员呢 都在连连摇头 往这一张张白纸上贴了很多销毁的纸条 这两个女人呢却神态自若 有说有笑 这种情况在我们眼里 就是一种违背公义道德的行为了 那网络中还有一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这位网友认识的一位校友呢 他在Costco买了一个微波炉 用了几年充满了油污 但他毕业的时候就脸皮厚的去把这个退掉了 说是不好用 Costco还是给他退了 那也许就是因为这种钻空子的人实在太多 本来Costco对电器呢 也是无条件无实现的退货 现在只好改成90天 那我个人呢身边就曾经有这样的人出现 在我刚来到美国上大学的时候 在外面租房子住 房东的儿子呢 有一个同学是来自德州的 非常的贫困 所以呢房东呢 就让这个同学呢 免费住在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 虽然他非常的贫穷 但是我们注意到 他经常带一些很时髦的电子产品 终于有一天我们忍不住在问他 你怎么还有钱去买这些电子产品 而且还不断的换了新的花样呢 他告诉我们 所有这些电子产品都是从沃尔玛买回来的 那么他玩几天就把它退掉 所以这样他就可以经常买经常退 不断的变更着手里的这些电子玩具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国宽松的退货政策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 类似的退货政策越来越收紧 越来越收紧 所以正如我们昨天所说 当你滥用一个公共政策 或者是商业政策的时候 最终的结果呢 很可能就是你再也没有机会 享受到这些政策带来的好处 尤其对一些非常过分的客人 某一些大型的商场和电商呢 已经明确的将这些客人列入黑名单 也就是这些客人永远再也不能从这些商家购买产品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公共政策 公共利益 需要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去维护 小到商家的退货政策 大到公共福利 比如说下面这则新闻 在纽约的一对华人夫妇 最近刚刚收到纽约市社会服务部 英文是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DSS的书状 要求他偿还政府为他丈夫支付的医疗援助账单 金额高达23万多美元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位女士先生 她在2016年获准入住一家养老院 两天之后就向纽约市社会服务部 申请低收入医疗补助计划 就是我们俗称的白卡 那么就申请而言 根据纽约州的法律 配偶有义务为医疗补助申请人提供经济支持 但是当这位先生申请这个白卡的时候 他的太太并没有提供他的收入和资产信息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申请中 他们声称自己是不能提供任何经济支持的 因此这个DSS批准了这位先生的白卡 那么从2016年到2018年 DSS为这位先生支付了每日的养老院的费用 合计26个月 用掉了23万多美元 平均每个月花费了9000多美元 但是因为白卡福利 是州政府给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资助 并非无偿救济 但是最近这个社会服务部DSS发现了 这位先生在获得白卡的时候 他的太太实际上一直在拥有超过37万美元的资产 是足够支付他先生的23万美元的医疗费 所以社会服务部就将夫妻两个告上了迈哈顿民事法院 指他违反隐含合同 要求连本代息收回之前政府代付的医疗支出 并追讨白卡提供的任何用品以及服务费用 那么这种行为呢就已经形成了对社会福利 对社会的一种欺诈行为 当然了因为这个案件正在处理过程中 我们并不能确定我们刚才提供的所有的信息 都是完全符合事实真相 所以我们并没有包括任何的具体人民信息 但是这个作为一个案例会给我们提醒 我们绝对不能去触碰一些底线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节目最后呢 为了提醒大家去收敛和管制住自己的贪欲 我们为大家推荐老歌呢 名字叫做晴空悦耳鸣 谁唱的呢 唐僧唱的 这是著名的电视剧《西游记中》的插曲 演唱者呢 就是唐僧的扮演者 池聪润 希望呢 这首清清朗朗的歌曲呢 能梳理我们的心肺 排毒养颜 好 我是维青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我先去修禅了 咱们 一句话 洗澡 也有些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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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雲雅的一森森 他的影像聲聲 月色不暗 大不離 只是抱他的幾層 一片簾心悲鐘森 十度掃他輕盈頂 卻散憶無千空盡 換來晴空月明 換來晴空月明 不淚 你沒了嗎 不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